你有没有曾经设定了很多目标 但是到年底的时候才发现 自己一个目标都没有完成 今天这个影片里面我想跟你分享 五个设定目标的成功要件 保证你一定可以达到目标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话 请继续收看下去哦 在这个世界中有很多人认为自己很忙 嘴边总是挂着说 天啊我好忙哦 有好多事情做 总是做不完 但是到了一天结束之后才发现 自己也是白忙异常 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到 保了一天却没有什么结果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work smart 而不是要work hard 我想跟大家分享五个设定目标的成功要件 五个要素 S.M.A.R.T.S.M.A.R.T.S. S. Specific 你的目标明确吗 你想要做什么 为什么这个目标对你来说重要 举例来说你现在是一个普通员工 你想要成为经理 你需要什么资源或是技能 你的目标呢可以像这样子 我想要得到成为经理的必要技能 及相关经验 而成为一个可以带领团队到成功的经理 M.Measurable 你的目标测量准则是什么 How much how many 你要怎么知道自己做到了 用同一个例子成为经理需要的技能是什么 你需要多久才能学习到那个技能 那些技能的课程需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完成 A.Achievable 你的目标可以达到吗 怎么达到这个目标 成为经理需要的技能 你有时间学习吗 如果没有时间的话你要怎么样让自己有时间 你有钱吗 如果没有钱的话要怎么样让自己有钱去学习这些技能呢 R.Relevant 你的目标合理吗 实际吗 原因是什么 你一定要可以回答接下来这些问题 这个目标适合你吗 你付出的努力跟结果是不是成正比 或是在你人生中已经有太多的事要忙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塞另外一个目标进来了 举例来说 你想要成为经理 但是你要考量的是这个公司 还需要经理吗 如果他不需要 你即使得到这些技能了 他还是不会请你啊 或是假如说你在准备生小孩 生小孩需要很多的钱 也许在这个时候 你不适合花一大笔钱去学习这些技能 Tea Time 你给自己多少时间呢 想清楚 为了完成这个目标 一年内需要做什么 六个月内可以做什么 一个月内可以做什么 更重要的是你今天可以做什么 把精确的时间点通通都列出来 这样呢 你就可以很精确的掌握自己到底走到哪里了 我们再复习一次 每次设下目标的时候都要记得这五个要素 S specific你的目标明确吗 M measurable你的目标测量准则是什么 A achievable你的目标可以达到吗 R relevant你的目标合理实际吗 T time你给自己多少时间去完成这个目标呢 以后你在设定目标的时候 想起这五个要件一定可以达成你的目标的 希望这个影片有帮助到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你的目标是什么 或者是你可用我们今天教的这个方法 来告诉大家你的目标怎么样去实行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我最近每周都会上传影片 记得在下面帮我按个喜欢 然后分享这个影片给需要帮助的朋友 然后我们下一次见啦 拜拜 拜拜